亚洲水泥把木棧板捐给了花莲县秀礼香部落交流协会 并且把不起眼的棧板运用部落手工艺巧手 制作出小板凳、面纸盒等实用的生活用品 秀礼香长王玫瑰特别前往了解每一项工艺品的创意 也肯定了工艺匠师们的用心 花莲县秀礼香部落交流协会长期为部落开创不同的聚业机会 并且邀请当地的工艺匠师来制作许多的生活应用品 亚洲水泥花莲厂也是这种回收的木棧板给协会 在供应室的巧思之下制作出许多相当实用的东西 秀礼香王玫瑰也利用释材的时间来到交往部落 同时也肯定大家的用心 这个棧板是利用废弃的棧板来去做 是非常棒的一件事 又不浪费 又可以能源再生 他们现在目前就是要用土谷的彩绘的颜色 来去再做装饰 变成自己每个家里用自己喜欢的颜色跟图腾 装饰在家里自己的门口 也是一个特色 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机会 真的非常谢谢我们生命树领袖协会团队来给我们的协助 谢谢 秀礼香我们都表示协会运用回收的木棧板来制作出不同的生活用品 并且把作品分享到各部落和华人县县的社区 小小的创意可以创造出另外一片商机 记得转眼球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